Hello 各位大家好 鏡頭面前就是車路士足球學校香港的龍門 吳遠琦 遠琦 你好 你好 首先問你 其實你都沒有踢比賽很久了 我聽說你都是受了傷 你為何休息這麼久 在去年大約5月左右 斷了十字人帶 都等了兩個月才做手術 到現在為止都休息了差不多一年 才有比賽再可以踢回 所以都一直在做伏看 伏看的過程會不會覺得比較困難呢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你只可以做什麼資料 不能說在場上去做一些康復的運動 會不會覺得有些困難呢 在康復過程最大的困難 就是中間球場和健身房 都是斷斷續續的封閉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斷的 雖然以往試過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在健身房做的練習 或者在球場場邊做的練習 我所有事情都做不到 變成我只能夠在街邊 說街邊都未必可以用球去做 或者只是簡單跑步 變成強度就不夠 而且那些重量都不夠 所以伏看進度都比較慢 我都很高興你再次在球場上 今天對沙田是你第一場正式的比賽 你踢落後 你覺得自己的狀態是怎樣呢 開球 我想在頭十分鐘都是緊張的 始終都是太久沒有踢過 但是踢順了之後 隊友都很好 又會不斷鼓勵我 所以後來都沒有那麼緊張的 去到大概下半場中後段度 都開始感覺到上力 自己都大膽了 包括出營 或者做任何的技術 都是比較有信心 球隊今天都贏了三比一 你覺得球隊的表現怎樣呢 我覺得其實球隊 以這麼久沒有踢過比賽來說 我們可能就算約Friendly 都約不到一些 大場的Friendly 或者可能只約了一次 大場 其實備戰狀態是十分好的 所以算是理想 但是可以更加好 那我想你來等的短期目標 都是贏連賽杯的冠軍 是 那下場對育園 你覺得自己都會 即是會上力了之後 你覺得怎樣看對手 或者看自己的表現 會不會更加好呢 我認為無論是任何對手都好 我們球隊主要都是想全賽三分 不論對手強弱都好 我們不只是防守上做得好 而進攻也要做得流暢 不要失去一些無謂的波 埋門的機會也要把握好 好 多謝了阮奇接受我的訪問 亦都希望車路士可以進入冠軍戰 可以贈冠軍 好 謝謝你阮奇